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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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产期的关系 大概只能销到五十六十吨的时间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开发新加坡马来西亚市场 非常励志非常成功 那我们水梨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开发包括中国大陆 还有东南亚的市场 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外销出去 如果外销出去的话 国内价格就会提升上来 农民收益就提高 那现在我们的琵琶 我们也都空硬外销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还有文莱 这东南亚他们没有这样的 我们就高级水果 所以它那边的市场也非常反应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都在加强在外销 马骨干今年也外销非常的好 到目前已经外销三百多吨 主要也是到东南亚跟大陆 这样相关的一些市场 非常受到欢迎 局长刚刚有提到这个南水梨 好像去年一上市就惊艳现场对不对 对 我们去年第一年从山东引进南水梨 因为原来我们的水梨的梨水 只有从日本引进 现在我们去年开始 经过农委会的这样的一个检疫的开放 我们从大陆山东引进南水梨 因为南水梨这个品种 它的甜度特别高 而且它有耐储存 可以耐储存6个月以上 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品种 产息也跟原来新生理做一个期可 让这个市场能够价格更稳定 不管是错开这个同质性水果的行销时间 还是以不同的口感来增加民众购买的欲望 都是让台湾的农业前进一大步 局长今天在现场也带来很多的农特产品 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来介绍我们现在台中的一些 当然因为新鲜的农产品有季节性 有些不是这个季节就没有办法 像荔枝现在就没有办法提供 但是我们现在能提供的特别是 我们的加工品我们的雾峰的 用香米做的这些酒 香米做的清酒 非常的受到欢迎 这个也是日本的做酒技师 能够用我们的颜料 我们的香米所做的这些清酒 另外我们的梨山茶 我想这梨山茶大家都知道 河庫人绝对是占不绝口 梨山茶它是台湾来讲海拔最高的 品质最好的 另外我们大安的葱做的葱饼 葱饼还有我们新做的香菇 当然香菇除了香菇干以外 我们干的香菇以外 我们还有做香菇的加工品 包括像香菇的香菇饼 就是一般的香菇酥一样 还有酥香菇就是说香菇的菇饼 去加工调味的 还有我们的蚂蜜 我们屯漆的蚂蜜是隆美蜜 非常的香 也非常受到国外的消费者欢迎 我们的蜂蜜也非常抢手 葱桃酒 我们素生的酒庄葱桃酒 还有售后酒庄葱桃酒 我们还有大安农会也有葱桃酒 我们台中产的葱桃酒 这几年也受到国际的一个比赛的 经常得奖 特别我们今年刚从法国巴黎 法国是葱桃酒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产国家 但是我们在法国巴黎拿到金牌 可见我们的酒已经达到国际水准 听说那瓶酒真的是供不应求现在 对那瓶酒你现在购买大概两年后才能够排得到 那个酒产量有限 它品质非常好 还有我们大甲的那个香米 稻米 稻米 还有我们大雅的红艺人 红艺人 还有强麦酥 我们还有强麦酥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所提供的这些加工品 当然我们陆续还会开发辅导新的加工品 希望加工品更能够多样化 产品更能够多样化 让消费者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一个市场需求 我想这个是能够提供这么 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农特产品 局长人家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我们是怎么样透过活动 或是怎么样的管道 让观众朋友或是 更其他县市的民众 也都可以知道我们这些优质的农特产品呢 是 我们当然除了我们在 可以透过市场 我们有批发市场 只要通路以外 我们还有就是说 像一些农产品 我们跟一些通路业者合作 像前年社跟前年合作 透过他通路 还有好处多的通路 我们这些水果在前年跟好处多 都可以购买得到 另外我们还有网路网购的 还有其他的我们办产计的时候办出销活动 我们在台北在板桥 跟在台中 我们都办相关的产计的农特产品的出销活动 我想让消费者能够有购买的一种管道通路 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增加多元的通路 因每个区域所生产的水果不同 他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结合一些社区的活动 然后衍生成一个在地的特色 像琵琶节 还有大雅的小麦文化节 好像都非常有名这样子 对 这个很重要 我们就会安排他产品的一个产计 在产地或者在都市办所谓的产类文化 或者是农产品出销活动 然后那样通过活动带来人潮 能够像我们最近办的琵琶节 就非常非常成功 我们今天办了三场的琵琶节 非常受欢迎 小麦节也说非常的 参观观众非常勇业 产品也都能够销售一空 那特别我们今年 我们要跟公麦局合作来生产 黑夜荔枝啤酒 我们希望企业也能够推出我们的黑夜荔枝啤酒 能够让我们的荔枝加工要多一个产品 然后民众都可以享受啤酒以外 能够有荔枝的啤酒 水果风味 水果风味的啤酒 我想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们目前正该跟公麦局合作 希望7月份我们荔枝产季的时候 也就能够推出 另外我们还在研发荔枝酒 将来我们很多产品 当然这还有一点跟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我们荔枝还有我们碰甘 我们有一部分生产的产品 比较外观比较不是那么理想的 所谓刺激品 然后这部分我们就辅导他们去做加工榨汁 所以我们荔枝果汁 还有碰甘果汁品质也都非常好 外销到国外非常受到欢迎 我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产品加工 另外一个市场通路 让农产品价格更能够稳定的一个做法 那刚刚局长有稍微粗略的提到 这几年我们的一个外销的市场是非常的 外销的成绩是非常亮眼的 那其实正确比较 现市合并的差别 可不可以请局长跟我们稍微聊一下 是的 外销是我们台中市农业局所重要的 尤其副市长他非常重视了一项工作 一定要把农产品首先一个能够外销出去 国内市场价格才会提升 所以外销我们限制合并 第一年我们就比民国100年 比合并钱外销的价值提高了63% 第一年提高63% 第二年有比第一年提高了15%左右 第三年比第二年增加15%的这样的一个外销的价值 所以每年都有增加 当然不可能每年都一样 因为农产品有时候会受到气候影响 产量会变动 产量减少的话 当然外销量会跟着减少 这个是有影响变动 但是我们都会优先把这些产品能够有外销市场 我们先选择好我们的目标市场 然后我们去积极做行销 其实像我们澳月份 我们也到四川重庆成都去做内入行销 也到个武汉去参加中国的荣卫博覽会 去推销我们的 主动走出去 对我们主动走出去 我想要走出去才有机会 不可能等着人家来买你的东西 一定要走出去 所以我们主动把产品能够行销 能够介绍给相关的市场消费者 让他们了解 特别我们在四川跟在湖北武汉 我们的台中的这些农产品 受到非常好的评价 他们对我们产品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样的 还有这么高品质的这些水果 特别像我们当时的田氏跟雪梨产季的时候 他们没有看过这样的水果 这么高品质 而且又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从来没有看过 所以反应很好就对 市场反应非常好 人家说贾后倒休博 好像有不少农色产品 也是透过这个市长的人脉 好像成功外销出去的是不是 对因为市场 我们副市长呢 他在大陆跟东南亚呢 住民度都很高 那透过他他有推荐 或者他跟一些那个租外的这些单位的联系 然后联络相关的台商 他们都会帮我们来做相关的这些产品的一些推荐 那透过这样副市长的推荐 那我想很多台商 很多很多很多 那个华侨 都对我们台中市的产品印象特别深 因为这个副市长 他的一个行销方面 可以说是他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他都这样的推荐 非常受到台商跟华侨 他们的一个欢迎 像那个东市里的部分之前 好像就是因为市长打电话给白嘉丽小姐 然后才成功外销出去 是不是局长有听说这些事 第一年交到印尼 是我们副市长是有透过白小姐 来在印尼方面来协助做促销 因为他在印尼也相关注明度 然后他有他推荐 然后把这个产品能够成功打开印尼的市场 这个是帮助非常大 其实这些成功的走出去之后 才能让农民的收益可以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提升 其实在这些农村产品当中 有一项是已经外销非常成功 就是刚刚就是局长提到这个花卉的部分 后里的这些火鹤 白鹤 文新兰 都已经成功外销了对不对 对 我们台中的花卉外销量 占全台湾的比例相当高 大概有30%左右 特别我们的文新兰跟火候 我们外销日本市场 占我们台中市产量都90%以上 我们台中市的这些文新兰跟火候 90%都外销到日本 所以说可见我们的品质 非常受到日本那边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这个花卉方面 当然百合也是我们这个产季的一个花卉 我们球根花卉 希望将来我们都能够把花卉 也能够再扩大外销 特别在311地震的时候 我们外销日本受到影响 因为日本311地震的时候 花卉市场整个受影响 当时副市场就特别联络大陆国台办 希望帮我们促销我们台湾的文新兰跟火候 当初就透过国台办 紧急销到大陆去 这样的把这种当初 因为日本市场停滞的时候 都这样的一个促销的措施 解决我们花农的一个困境 厚里因为有这些优质的花卉 所以市府也选择在这里举办花卉博览会 那农业局针对这个花卉博览会这边 是不是也做了一些准备 对 我们已经在民国100年 101年的11月 已经成功的争取到我们2018的台中国际花卉博览会 我们的期办时间是在2018年的11月到2019年的4月份 半年的期间 那我们花博的等级是所谓的A2B1 所谓A2B1就是跟台北花博是同等级的 我想到2018还有4年的时间 我们希望我们的花博能够办的跟台北花博不一样 我们花博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我们是油马的花博 因为我们原来马场 所以说我们的马会保留 就是我们油马的花博 这个是一个特色 而且我们是打造一个全世界最美丽的花博 而且是一个全世界最低碳的花博 低碳 我们将来里面的花博里面都是用节能减碳的 而且我们一些寿司的规划都考虑到节能减碳 所以我们是一个油马的花博 而且是最美丽的花博 而且是最低碳的花博 另外一个还最智慧的花博 我们里面有很多用智慧的科技去结合的 所以我们将来我们这花博会有四个第一 是不是市长也强调说 这些花博都要选用在地的花博为主 对不对 是不是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在地的商业进行 花博当然会90%都会选购在地的这些花博 特别我们厚里其实是一个台中花博的主要产地 那我们要跟厚里的花博来合作 让他们到花博里面来生产种花 让这样的话也可以 他们也可以生产 也可以提供给民众去观赏 我想这个是一个跟当地产业结合 那厚里的花博会把整个厚里的花博产业 当然不止厚里 全台湾的花博产业之内 都会提高到20%到30%以上 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这花博博览会的契机 希望可以打造厚里成为新的阳明山 那由此可见农业不再只是品尝而已 其实它还可以兼具这个休闲观光的一个价值 先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